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局背后的逻辑 是非对错真与假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 男子伙同哥们儿盗窃刚才被发现 情急之时竟将无辜保安杀害 哥们儿落网被判死刑 而男子却一路逃亡 18年间音讯全无 这18年他经历了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他决定回来自首呢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任立华法官 即将为你讲述 逃不掉 罪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解案 一个午后 北方某乡村的一处院落前 一个男人站在门外 鬼鬼祟祟地朝里张望着 看到有过路的人 他就赶紧转过头 等人家走了 他就继续朝院子里看 好多次想伸手吞门 试了试又放下 就这样犹犹豫豫地过了大半上 终于有个老人从屋里走了出来 两个人四目相对 男人的眼泪忽然扑鼠鼠地滚落了下来 随即双膝一软 跪倒在老人面前 这个男人是谁 他和老人是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突然给老人跪下呢 这一切还要从一起盗窃案开始说起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张坤 十八年前 年仅二十岁的张坤 正在街上闲逛时 偶遇了儿时的伙伴王山 两个人可以说打小就认识 小学 初中都是在一起上的 后来因为王山家搬到了 距离很远的城南 二人才失去了联系 这次的相逢 哥俩一见如故 当天晚上就在一个小酒馆里 喝得鸣丁大碎 酒足饭饱之后 两个人还约定 过几天啊 再见面 张坤说 咱哥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喝这一顿哪行啊 我家里还有一些好酒 过几天啊 咱俩再出去喝一顿 王山知道 张坤打小就在家 是个说一不二的主 他父母啊 都惯着他 家里的钱啊 都紧着他花 跟着他啊 就可以白吃白喝 因此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自此之后 张坤和王山两人 便一直游手好险 经常私混在网吧和歌厅里 为了不再受家里的约束 两人干脆从家里搬了出来租房住 但是这种逍遥日子没过几天 他们就入不敷出了 尤其是租了房子以后 开销太大 张坤渐渐连房租都出不起了 在经过房东几次催租之后 两个人开始琢磨着 应该干点什么 但无奈呀 社会上招工 除了要求学历 就是要求技能 对于只有初中文凭 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他们来说 想找个挣钱多处理少的活 那根本就不可能 这天王山过来找张坤说 有条路可以摆脱困境 但唯一的要求就是 胆子要够大 张坤一听拍着胸脯说 要说别的咱做不到 但要说胆量那可有 只要能挣钱 干什么都行 王山见张坤这么急着挣钱 就到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王山曾经在当地的钢材厂 干过一段时间 前阵子他遇见了 以前的同事赵正 两个人曾经搭帮干过活 关系不错 现在的赵正 已经当上了厂里的保安队队长 闲聊时王山得知 赵正他们最近特别忙 是因为厂子里 进了一批特制的钢材 特制钢 那可比普通的钢材值钱多了 王山就动了心思 他跟张坤说 有钱大家赚 咱们去偷点钢材 挣了钱呀 两个人对半分 王山还说 想当初就是因为自己手头缺钱 所以就偷了厂子里的钢材 结果让厂里发现 就被开除了 说到这儿 王山倒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说 哎 那么打个厂 平时大会小会说 要以厂为家 结果我真当家了 他们倒不干了 以前就有人偷过 但人家就没被抓住 这不 我又新交了个女朋友小会 他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今天要项链 明天要耳环 说要再不给他买呀 就跟我分手 说起自己的事 王山是一肚子的抱怨 他顿了顿 又对张坤说 哎 但这事啊 不仅需要胆大 更需要见机行事 嗨 我也就是跟你说说 你根本就干不来 你啊 就没有挣这钱的命 张坤一听 急了 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我做不到吗 王山说 行不行 不是靠嘴说的 那得看实际行动 到时候 你临阵脱逃了咋办 张坤的脑海中 浮现出跟父母要钱时 他们无奈又失望的表情 想想家里 确实也没啥值钱的东西了 他把心一横 拍着胸脯说 这世上就没我怕的 不就是偷东西吗 咱哥俩就干这一票 王山见张坤如此表态 就将已经盘算好的计划 合盘拖出 两个人决定 以看望好朋友的名义 和赵正约好 在赵正值班时 和保安室的几个保安 一块乐呵乐呵 喝几杯 然后再见机行事 张坤和王山还商量 光靠喝酒 那几个保安未必会醉倒 为了万无一失 他们决定再搞点安眠药 放到饭菜里面 虽然以前也偷过 但这次毕竟情况不同 王山心里也确实害怕 他又提醒张坤说 咱们呀得带点家伙防身 张坤觉得王山说的 非常有道理 于是两个人又准备了 两把刀随身带上 他们还把安眠药 碾成了粉末 拌在已经准备好的饭菜里面 天也擦黑 两个人就直奔赵正所在的钢材厂 为偷取钢材 两男子以防友的名义潜入钢厂 不料被保安识破 二人联手将保安杀害后 各自逃亡 命运却从此不同 男子潜逃18年 如今为什么又突然决定 投案自首呢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任立华法官 正在为您讲述 逃不掉的罪恶 在值班市里 众人见面 把酒言欢非常热闹 赵正将值班的三名保安 介绍给王山二人 王山便赶紧跟这些保安套近乎 王山指着赵正说 我和我兄弟 好久都没见到赵正了 听说赵正当了队长 我们哥俩特意带了韭菜过来 给他庆贺庆贺 赵正的哥们就是我的哥们 今后大家都是好朋友 有事啊多照应 两个人哄着劝着 让大家多吃多喝 就这样 在药物和酒精的双重作用下 这些保安纷纷趴倒在饭桌上 看着陷入了梦乡中的保安门 王山和张坤都长舒了一口气 王山说 你还真别说 这个药啊劲儿还真大 张坤也说 要不是咱哥俩提前颠簸了点 跟这些酒鬼喝起来 没等人家趴下呢 咱俩倒先倒下了 王山往窗外看了看 发现四下无人 便跟张坤说 看样子 这批钢材是放到了后院 我对这儿熟 待会儿啊 你就紧跟着我 咱们把钢材弄出去就行 放心 没有人能发现 没问题 但是咱们弄完钢材啊 得赶紧走 别等他们醒了 被他们发现可就坏事了 两个人离开了值班室 没走多远 张坤忽然想到 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值班室的门 从外边给锁上啊 待会儿他们醒了 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 王山一听觉得有道理 便同张坤一起返回了值班室 谁承想 就在张坤准备锁门时 忽然听到值班室里 好像有动静 张坤赶紧转身拉住了王山 低声说道 完了 好像有人醒了 王山吓了一跳 两个人赶紧猫腰躲在了门口 只见一名保安扶着墙站着 身体还有些摇晃 说道 谁 谁在那 是王哥和张哥吗 说着就要去寒醒其他人 眼瞅着被发现了 张坤小声说道 他看到我们了 要不这事算了吧 王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当初是怎么说的 咱们再找机会可就难了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而且他已经发现我们了 谁挡咱的财路就别想活 先把他控制住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王山掏出了怀里的尖刀 借着酒劲冲进了屋里 那名保安见王山拿着刀 便赶紧喊人 与王山打斗在一起 打斗过程中 王山将那名保安按倒在地 随后掏出了尖刀 扎向了对方 此时的张坤也吓懵了 他顾不上许多 也从怀里掏出了刀 朝着已经倒地的保安身上 看去 行凶之后 张坤和王山迅速地逃离了钢场 两人回到出租屋后 还惊魂未定 约定好今后不再联系 然后匆忙收拾了行李各奔东西 王山逃回了老家 而张坤则选择了南下 一路逃亡 案发后很快 王山就在自己的老家 被警方抓获 落网后 王山将自己和张坤 如何预谋盗窃 如何着手准备 以及具体的案发军过 均做了如实的供述 法院最终以抢劫罪 判处王山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而张坤呢 则一直在逃 在此后的十八年里 音讯全无 由于不敢用身份证 张坤从来不能正经地 去做个营生 这十几年里 张坤从没在一个地方呆场过 他去过很多地方 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 去过哪了 后来他干脆就去了边疆 因为害怕 这么多年 他从来不敢关灯睡觉 闭上眼睛 脑子里就是案发那晚发生的事情 每次惊醒都彻夜难眠 为了减轻折磨 他拼命地赶火 拼命地喝酒 但是没有用 他悔呀 悔不该跟着王山去盗窃 去杀人 他恨呀 恨自己不走正路 将大好的年华 洒在了逃亡的路上 伴随着狠恨 更为重要的是 他越来越思念 远在家乡的父母了 他好多次 试图和父母联系 却又怕连累了 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这样半人半鬼的逃亡生活 最终 在第十六个年头的 新年终生里 被张坤自己打破了 听着窗外 何家团圆的热闹喜庆 他哭了 这十六年 是对他身体和心里的 双重折磨 有家不能回 东躲西藏的日子 他再也忍受不了了 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先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 然后就去自首 拿定主意后 张坤踏上了回家的路 但路途遥远 要想回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不暴露自己 他不敢坐车 风餐露宿 从边疆一路走回了家乡 这一走就是两年多 这天呀 张坤终于站在了家门口 这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开门的正是张坤的父亲老张 如今的老张已经消瘦而憔悴 满脸皱纹 身体狗拢 他看着门口这个衣衫褴 胡子拉叉的人 扑通一下跪在自己的面前 满脸泪水 老张揉了揉自己的花眼 定睛一看 这张坤 真的是自己的儿子张坤 虽然已经过了十几年 但是自己的儿子 他还是能认得出来的 老张赶忙将张坤 拉到了院里 老泪纵横地问道 儿子 这么多年 你到底去哪儿了 坐到院子里 张坤望着这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看着眼前这个两鬓斑白的老人 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 意气风发的父亲啊 张坤好长时间 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终于他开口问父亲 爸 我妈呢 这十几年 我就想见见你和我妈 见到你们还好 我就去自首 也算是了了心愿了 话没说完 张坤便扭头看到了 墙上挂着的那张遗像 他气不成声了 老张告诉张坤 十八年前 在知道儿子张坤犯案后 张母的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住院没多久就去世了 家里出了这种事 他也不愿意再和亲友联系 便一个人独居在这栋老房子里 为的是在有生之年 等儿子张坤回来 张坤听完 早已痛不欲生 母亲的去世 就是因为自己啊 张坤抱着父亲 痛哭了一场 然后在父亲的陪同下 前往当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了 男子年纪轻轻 却踏上了杀人逃亡之路 他的老父亲 讲出了背后的故事 他为了盗窃钢材 将人杀害 为何公诉机关 却以抢劫罪提起公诉 他主动投案 并积极赔偿 能否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任立华法官 正在为您讲述 逃不掉罪恶 因为事实清楚 很快 检察机关就以抢劫罪 指控了张坤 并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与此同时 被害人的禁军署 也向法院提起了 附带民事诉讼 因为本案的被害人 遇害时年仅17周岁 因此 案件被分配给了 为成年人案件审判厅的 理法官承办 理法官在翻阅了卷尊后 眼卷沉思 张坤逃跑了18年 如今能够主动投案 也算是对被害人的 一种告慰了 不过案发时 被告人张坤刚成年不久 怎么就走上歧途了呢 就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 张坤的家属又是什么态度呢 于是 理法官拨通了张老汉的电话 约他到法院来谈一谈 来到法院 张坤的父亲话没出口 就已然泪流满面 从老张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理法官还了解到了一些 案件背后的情节 原来张坤是家中独子 小时候身体很弱 父母怕儿子受欺负 便一直给张坤灌输一种思想 那就是如果被人欺负了 一定要狠狠地加倍打回去 就这样张坤很快成了 学校里的问题学生 由于四处惹是生非 不好好学习的张坤 自然成绩垫底 为了提高张坤的学习成绩 张坤的父母又是找补习班 又是买辅导资料 没少花钱 父母还许诺了物质奖励 来激励张坤 谁成想 第二天张坤就拉着父亲 到了一家知名的户外产品商店 指明要展示柜里的一辆自行车 并表明只有先买下来 自己才会认真学习 张富看到那标签上昂贵的价格 吃了一惊 张坤就在店里撒泼打滚 引来了众人的围观 张富湿了脸面 怒火中烧 就一巴掌打在了张坤的脸上 张坤从小到大 基本没怎么挨过打 更别提打脸了 在惊恶和愤怒中 张坤冲出了商店 从此张坤的学习更是一落千丈 他经常瞒着家里逃课 后来干脆再也不进学校大门了 渐渐的 张坤和当地的一些闲杂人员 混在了一起 小偷小摸四处游荡 惹是生非 张坤的父母后悔不已 但却没有办法 他们管不了 也不敢管 张坤毕竟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孩了 他们害怕张坤再做出什么过激的事 想着等儿子在外面吃了亏没了钱 肯定会回心转意的 结果没想到 张坤竟然去偷东西 并且还杀了人 了解了张坤的成长经历后 李法官唏嘘不已 虽然张家父母的教育观念过于粗暴 但张坤作为一个成年人 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因为对于被害人来说 这一天他们已经等了18年 随后 李法官将被害人家属提交的 负担民事诉状 交给了张坤的父亲 面对对方的民事赔偿要求 张老汉表示 多少钱也换不回人家孩子的命 对方的经济损失 自己一定会尽力赔偿 希望法院能就民事部分 给双方当事人做一下调解工作 最终在李法官的主持下 双方在庭前就民事部分 达成了调解协议 被害人亲属表示 撤回民事起诉 并表示谅解 很快案件开庭了 在法庭上 张坤认可了检察院 对他抢劫罪的指控 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 不过 这里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张坤本来是怀着盗窃的目的 也前往钢厂 其行为 不应该是盗窃转化的抢劫罪吗 而检察机关 为什么会认为 本案与盗窃无关 而且具有抢劫罪的加重情结呢 另一方面 与已经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的王山相比 张坤应该如何量刑呢 其实啊 这也很好理解 那是因为本案中 张坤和王山 虽然都是怀着盗窃的目的去的 但始终并未着手实施盗窃 五国刑法第263条 对抢劫罪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以暴力 胁迫 或者其他方法 抢劫公司财物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有下列情形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者死刑 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一 入户抢劫的 二 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 抢劫银行 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 多次抢劫 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 抢劫致人重伤 死亡的 六 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 持枪抢劫的 八 抢劫军用物资 或者抢险 救灾 救济物资的 以上八项技术加重情形 根据上述定义和规定 在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来看 被告人张坤 是以非法占有公司财务为目的 使用下迷药的这种手段 使看管刚才的保安队员们 陷入了昏迷的状态 他的这一行为 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而且根据刑法第269条中的规定 犯盗窃 诈骗 抢夺罪 为了窝藏赃物 抗拒抓捕 或者毁灭罪证 而当场使用暴力 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 即抢劫罪 定罪处罚 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 法律上并没有规定 盗窃转抢劫主官恶性轻 应该从轻判处 在听审快结束时 理法官问张坤 现在是最后陈述阶段 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 张坤低头回答道 这么多年 没有一天我不再后悔 是我的行为 让被害人的父母痛不欲生 我认识到了我的错误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庭审后 何一厅对本案进行了评议 何一厅一致认为 本案定性为抢劫罪确定无疑 至于量刑 何一厅认为 因为张坤的行为 符合抢劫罪中的第五种情形 致人死亡 因数加重处罚的情节 量刑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直至死刑 另外 被害人是未成年人 也是寓意从重处罚 考虑的情节之一 同时 张坤也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投案自首 民事部分调节解决 并且获得了被害人家属的量解 综合以上情节 法院对张坤依法做出了判决 以其犯有抢劫罪 判处其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就这样 在逃亡了十八年后 张坤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法官宣办后 张坤也长输了一口气 他结束了自己内心的漫漫长夜 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了 可另一边 被害人的父母 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一辈子 一辈子活在痛苦之中 案件已经审结了 但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思索 作案时 张坤还那么的年轻 他本来有着大把的机会 有着无限的可能 但却因为自己好意无劳 不变是非 轻而易举的 接受了王山的拉拢 最终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而通过深入抛析 张坤年幼时 父母畸形的爱和管教方式 不仅毫无益处 还一定程度上 促使他过早地步入了社会 沾染了恶习 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丈母娘嫌弃女婿的收入低 没本事 决定帮上一把 丈母娘投资血本 无归又患上重病 女婿发誓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落魄女婿一夜暴富 是天降大运 还是另有生财之道呢 谢进美法官 下期为您讲述 追债女婿入歧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恢复� 转发 下期 coun平